烏克兰反政府示威者在星期四与警察冲突后将伤者抬来现场 据在基库的目击者说,烏克兰在星期四爆发生的冲突当中最少有17人丧生 烏克兰总统阿洛科维奇宣布与反政府抗议活动领导人同意停止冲突的几个小时后 反政府抗议者与烏克兰警方在基库又发生了新冲突 据来自基库的报道说,可以看到几具尸体躺在抗议现场 星期二,伤变冲突升高导致28人丧生,几百人受伤 警方和反对派代表都说,很多死者是中胆丧生的 烏克兰反对派领袖阿森·鲁克说,首要任务是要拯救性命 这场攻击和清场行动是有预谋的,我们作为反对派领袖必须制止他们 反政府示威者已经在现场扎刑好几个礼拜,他们要求总统阿努科维奇落台 因为他选择各自与欧盟签署联盟协议转移与俄罗斯亲近 星期二,防暴警察冲入示威者营地,引发了几个小时流血冲突 以及西方国家领袖的一片谴责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要乌克兰政府负起主要的责任 确保以适当方式来对待示威者,奥巴马总统说 美国政府期待乌克兰政府克制,不要以暴力对待示威者 美国政府也期待示威者保持和平 美国将与欧洲盟友以及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着乌克兰局势 一旦有人越线,他们将会付出代价 欧盟各国外交部长星期四稍后将会在布鲁塞尔召开紧急会议 商讨乌克兰危机并讨论是否需要对有关人士实行制裁 欧盟主席巴罗座说,欧盟内部认为 乌克兰政府的领导人有责任维护 乌克兰人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 另外法国、德国与波兰外长在星期四与乌克兰政府官员 以及乌克兰反对派就目前的局势召开会议 在星期三宣布停止冲突之前的几个小时 阿努科维奇宣布罢免乌克兰军队总参谋长 同时军方宣布在全国范围镇压所谓的极端组织 阿努科维奇并没有解释罢免总参谋长的原因 阿努科维奇是这次抗疫目标 原因是他在去年11月份宣布拒绝欧盟签署政治与经济协议 阿努科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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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努科维奇